哈喽 大家好 我是不合格的小巫师 今天我给大家做一款创意型的水晶蜡烛 这款蜡烛也是我自己刚刚学习的 所以做的不是特别的好 我觉得这款蜡烛的制作方法非常的简单 而且成品非常的漂亮 所以我决定把它的制作方法分享给你们 今天的模具我选择的是一个圆形的模具 等一下做出来的蜡烛成型就会是一个圆球状的 当然模具你们可以自主的选择 这个没有限制 然后我会再选择一个橡胶的这个 因为我们要把水晶放在这里面进行初步的成型 还有这次我们要用到的蜡烛原料总共有三种 一种是柱状大豆腊 一种是容器大豆腊 还有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果冻腊 这个就是我们果冻腊的样子 软软的而且完全透明的 是不是非常的神奇呢 它制作成水晶之后就会非常的晶莹剔透 特别的漂亮 我们现在第一步呢就准备融化一些果冻腊 我们先将果冻腊给它融化掉 现在这个就是我们果冻腊 要融化的样子 非常的晶莹剔透 因为这一次我想给它做一个红色的水晶 所以我们给它里面滴落红色的颜料 所以我们给它里面滴落红色的颜料 好了现在我们水晶部分就已经做完成了 我们现在只要等它凝固就可以 我们现在就来做蜡烛的本体 这个蜡烛原料融化之前看得多 但是融化之后其实只有一点点 好了我们的蜡叶已经完全融化了 我呢这次想把蜡烛的本体给它做成绿色 因为我们的水晶做的是红色的 所以我实在想不出来什么颜色和红色比较搭配 就选了一个绿色的 好了搅拌均匀之后 我们就可以直接给它倒入到这个模具里面 这个呢就是脱模出来的样子 这个是一个绿色的圆形的蜡烛本体 这个呢就是我用红色的果冻蜡做成的一个水晶块 现在呢我们就用剪刀把这个红色的水晶块 给它卷成小块 我们可以剪一些大块的 也可以剪一些小块的 这个随意的 这个是完全看自己喜欢什么类型 好了这个就是我剪好的红色水晶块了 另外呢我还准备了一点点的 就是透明的水晶块 这样等一下我们可以两个放在一起 这样就会更有层次感一些 水晶块准备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用一个锥子 或者说是小工具 小刀小锥子都可以 我们在这个蜡烛的本体上面 就给它凿出来一个洞 这个时候我们就明白 当初为什么要用容器大多拉 给它做这个了 因为如果用质地偏硬的话 你凿就凿不动了 甚至有可能把蜡烛给凿裂开 好了这个就是我们掏出来的样子 我们先要用这个热风枪 把这个蜡烛本体里面给它吹融化掉 好融化后之后 我们立刻在里面加入一些这个果冻蜡 两种颜色的我们可以混合的拿 我们再把这个果冻蜡 给它吹融化 我们还是和之前的操作一样 给它重复这个步骤 然后我们最后一步呢 就可以用这个金粉 这个金粉也是我和蜡烛 和金粉一起混合的 用它刷一下这个边缘 因为这个边缘实在是太突兀 所以我们给它刷一下 我们这款水晶蜡烛 就已经制作完成了 是不是非常的漂亮呢 今天呢我制作的是这一款 红色的水晶 然后这一款呢 是我之前做的绿色的水晶 也非常的漂亮 今天我们这款创意型的水晶蜡烛 就已经制作完成了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呢 而且做好之后也是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具有特点 我自己呢是觉得 这次我已经把制作方法 教的非常的详细了 如果你们按照我这个方法 来制作的话 我觉得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此结束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话 可以给我点